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呢 我在谷歌课室里 我教了大家如何create这个quiz assignment 在createquiz assignment的时候 我跟老师们讲了 这个quiz assignment呢 我们可以直接把分数import进来 不用我们批改 也不用我们去算分数 那么我们要怎样知道学省的分数 而且我们要如何去查看呢 首先我们要去回我们的功课 例如说呢 这个功课是我给学生的 那么呢 我可以发现多少个学生已经教了 多少个已经给分数 那么我们点击view assignment 点击view assignment 那么呢 我们会来到这个画面 老师们看到这一边的分数 这个是因为我们已经批改 那么要怎么批改呢 要怎样把那个分数放进来 OK 我们在这一边有一个叫import grades 那么这个import grades呢 就是把那个quiz里面的分数 直接搬进来我们的谷歌课室 OK 不用我们去算分 也不需要我们去批改 那么老师按这个import grades 按了过后呢 它会出现这一行字 老师也是要再按一次import OK 那么呢 在这一边import的时候呢 他就会看如果学生多的话呢 就需要长一点的时间 那么如果学生比较少的呢 那么就没有那么长的时间 一定要等他走完哦 OK 他走完了过后 他才会像刚才我显示的这样子 OK 全部分数呢 它会展示出来 那么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谁对多少分 那么有老师问 哦 对十分满分的 没问题 那么那些对少的呢 我想知道他错哪一题 怎么检查 OK 昨天老师做的那个练习 老师收在了google drive 那么我们去回我们的google drive OK 把那个练习 OK 把那个练习我们打开 打开它的时候呢 OK 这个就好像我们做练习 准备练习的时候的样子 那么他会有一个叫 Responses的 老师看到吗 87Responses 也就是代表已经有87个同学回答了 那么我们点击这个Responses OK 它会有一个总表 这个Summary 总表这一边呢 就会看到哦 多少个人 一个人 OK 这边怎么样 哦 多少分 两分 哦 一个人 四分 有多少个人 六分 多少个人 八分 哦 这样多个人 十分 满分 这个是总表 那么呢 在这一边 他就会看到这一个分数 是每一个人的分数 那么我们要怎样知道 要个别学生的回答呢 我们去Individual OK Individual 那么Individual看到吗 第一份 OK 第一份 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一份 OK 第一份的 是谁回答 这一个同学的 第二份的 第三份的 OK 第四份的 我们只要一份一份过去呢 就可以完整的看到每一个学生 他回答哪一题正确 哪一题不正确 OK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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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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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